看看新闻网 听着刘凯威滔滔不绝地和媒体们分享 她给小糯米充奶粉的细节 想必在家刘凯威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奶爸 所以小糯米一点一滴的变化 凯威也是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 现在开始想讲话了 然后现在开始就 就无缘无故自己会大响 就是 你以为是你做了些什么 她会很开心 但是你发现她自己会无缘无故自己会小 然后 但我真的想说就是我们家是想到米特的乖 我真的觉得她比一般小朋友都要乖 说到女儿的乖巧 刘凯威的喜悦之情一遇言表 那那么小已经开始给女儿寻找学线班的 这位超级奶爸 不禁让人觉得以后定位是为严妇 反正我们两个都应该做不了严父母这样 我就希望她做一个开心快乐 一个健康的小朋友就好了 早早的为女儿找学校 还要被认为是个严妇 看来这奶爸可真是不好当 其实小糯米能在健康愉悦的环境下快乐成长 这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左右时尚上海报道 好